你许多语言 你的语言到底是什么? 语言对于人类来讲到底是什么? 语言对于人类来讲到底是什么? 在更深层的或者更高的利益上去aze你 我觉得语言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召唤 就比如说国家樊歌里面说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他不是说 我说我叫Uvacha,就是invoke,变化神语就是invoke,就是召化的意思, 而且语言就是language这个词,其实就是法语里面的舌头叫long, 和语言是一个词,我们用,我们以前就是人他说话的, 他就是写着很多经文来赞美这个神, 他赞美神的时候神会给他仁慈,就是这种照管理, 就是说很多人就不知道就是语言到底是什么东西, 活在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中,因为很多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忠心的, 忠心的,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对语言有个错误的一个见解, 就觉得它有包有语言,就会让自己陷入这种情绪的劳果之中, 语言就是照管,包括你如果改变你说话的方式, 就是而且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改变你说话的方式,你整个人生里面都会来, 它是有能量的,每个词它都有能量,因为它是来自识的, 所以你说这个词的时候,就把这个词召唤来,比如说yes, 或no,yes,读时候这个y是来自于,是j, 因为比如说读耶稣基督,耶稣叫做jesus, 但是佛语它叫做yesus, 所以, 所以我们说yes的时候,其实是召唤yesus, no的时候是代表毁灭的能量,它代表月亮, 因为你看这个m,它就是两个n,w,w,两个u, 所以以前它很多的词表面没有这个w或m,只有一个n和u, 所以就是no就代表no,月亮它是代表阴性的能量,毁灭的, 所以你只要说yes的时候,你召唤是耶稣基督的能量, 所以就是你说的你一句话都召唤了一个神的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